大家的社長會為我們兄弟續盟來簽名 借用南區福人社和宜蘭及花蓮福人社社友起居一堂 共同見證三社聯合締結兄弟社續盟典禮 宜蘭社重戰 花蓮社重戰 現場喜開十多桌 邀請宜蘭花蓮福人社社友聯繫情感之外 借用南區福人社特別宣布筹辦三千小草計畫 希望透過伴桌募款方式將部分捐款 作為孩子安親班費用 今天很開心在我們基隆南區社 因為我們的召集人我們的林國廠林主委 他特別在我們三千公社裡要來舉辦 我們三千小草計畫 那我們三千小草計畫 未來是要來針對我們的低收入戶 還有我們單親家庭的一些小朋友 然後因為他們這些小朋友 可能家裡的經濟狀況的問題 所以沒有辦法去支付校後的安親服務 那所以說我們透過我們福人社這裡來發起 也希望說未來在我們的發起之下 可以讓更多人一起來響應這個活動 那今天也真的非常的感謝 在我們林國廠林主委這邊 他的這個idea 讓我們福人有這個機會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這整個行政的主軸 是希望去讓我們所有的小朋友 不要他變壞 我們再來把他變好 我們會希望他一開始就不要變壞 這是我們希望這次來辦這個 他的資上活動 每一個主動 三千小草計畫 我們這個林國昌董事長 還有我們這個南區福人社的各位先進 社長大家一起來努力 做了非常多的公益活動 我想福人社的精神呢 就是助人 我想慶安宮跟老大宮廟 還有我們這個三千宮 都是救人跟助人 那我想我們福人社把這個精神 發揮得非常的徹底 來幫助非常多的人 若是家庭的孩子需要各界愛心和關懷 福人社期待透過三千小草計畫 讓孩子們不會走偏路 健康快樂長大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道 好